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这期视频 随着手机拍摄的效果越来越好 大家也习惯用手机摄影来随时记录生活 在拍摄过程当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即使你手艺再稳 控制的再好 也很难避免手抖的问题 尤其在走路或跑步的时候 导致拍摄出来的画面晃动不舒服 这次我来推荐一款超迷你的手机稳定器 特别适合刚接触拍摄的朋友 带去户外拍摄轻松没负担 在这里非常感谢西瓜官方和志云 提供这款手机稳定器 Smoothie X来让我拍摄评测 这款有深灰和浅灰两种颜色 打开我的这款是深灰色 非常小巧哦 大家可以比较下大小 左边是我之前会用到的稳定器 那一令感觉比我手机还要轻哦 OK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款志云新推出的Smoothie X是非常小巧 握件手心非常方便 而且它的设计是比较简约低调的款式 它的折叠设计很容易放入身边随身的小包 首次使用前请先充满电以激活电池 首先180度旋转手柄后稍微拉出 将航向轴电机旋转一定角度 顺时针180度旋转竖臂 这样就OK啦 在开机前我们要先去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和它连结 这款APP功能非常强大 不仅还有美颜 后期剪辑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smart模式 让你完整倡议一键大片 拍摄完成 好 我们把手机放上去了 那注意一下这边有一个箭头 就是手机镜头的位置要在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左右调整 基本平衡就可以了 一个按钮开机 然后现在呢我们APP也已经和它连结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左右这样晃动 不管我怎么晃动 它都保持在视频的位置 OK 好 那这个呢是方向操控键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向左哦 向右哦 OK 这个速度都是可以调整的 来 给 跳 这个速度也是可以快中慢 这里按一下会有一键回正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一键回正 那同时这个按键呢 还有横竖板切换的功能 像这样子我按两下 现在是横板 按两下 竖板 按两下 横板 这个红点呢我们可以切换成拍照或者是录像 然后当然它也有跟随的功能 这个我们到时候去户外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远近变胶 在底下有一个锁扣 我们可以配三脚架 那这里呢我有配一个延长手柄 同时带三脚架的功能 OK 这样又更加延长了 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点的 是它这一段是自带一个26厘米的一个延长杆 来来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更长了 好 那同时这边的立上三脚架 你就可以立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了 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角度 像这样掰一下 诶 这样就可以直角90度拍手 掰回来 角度自己大家就可以去调整 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是这一段小小的 这是它垫肌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掰的时候呢 就尽量是抓着这个角度 抓着垫肌去掰 至于Smooth X 是手机稳定器加自拍杆的一个两者结合 大家觉得怎么样 Smooth X 以往手机稳定器的成本都很高 那这一款呢 只需要299是相当超值的了 那这么小巧又这么超值 拍出来的效果如何呢 我们去户外看一下 诶 被一只猫咪嚣张的拦路了 好了好了好了你当模特 这是智能跟拍模式 我开玩笑声的既是什么时候 可以 çeke探索的吗 我可以真的 jad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